拥有15万粉丝的部落客曾玄玄 经常在网路上分享各式东西 让不少人追随 不过这一次他却跟着粉丝的脚步 一早到超商买面包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一个面包 就是他连包装都让我觉得很符合 现在可能拍照上传 会觉得很漂亮的这种包装 然后连吃起来都很好吃 全新包装似乎跟得上潮流 而咸味面包还有独特口味 部落客为了敢流行 当然也要分享他的吃后心得 而这个加入澳洲海盐和纽西兰奶油的面包 分量和大家的认知有很大差异 以前的面包来说的话 可能分量没有像这个这么大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咸的口味 那其实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其实感觉会更有再饱足感一点 足够让一个大男生当午餐 加上不少人因为他的包装 纷纷在社群分享 业者另类思维 从最简单的面包下手 希望在市场上抢下好成绩 三连新闻林王傅李瑞成 台北报道